每日福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福音 我是韦韦 今天是成年期第七周 2月26日,星期二 福音经文在马尔谷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 那时,耶稣和门徒经过加里勒亚 他不愿人们知道 因为他要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对他们说 人子将被交在人们手里 他们要杀死他 但被杀的三天后 他要复活 可是他们不明白这番话 却又害怕,不敢问耶稣 他们来到格法翁 一进入屋里 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他们都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着 谁最大 耶稣坐下 叫那十二个人过来 对他们说 谁若想做首领 就该做众人中最后的一个 并做众人的仆人 接着他带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中间 又亲手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谁因我的名而接待一个 向这小孩子的人 就是接待我 谁若接待我 并不是接待我 而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 倘若一个病人信赖医生 就算生病的过程很痛苦 但他也会欣然地接受检查和医治 因为病人知道 医生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治愈他 当我们在培育运动员的时候 虽然教练给予各种高难度和辛苦的训练 但选手们心里也知道 那是为了帮助他们成为专业选手而做的 于是便乐于服从教练的指导 我们看今天福音中 耶稣预言了自己的苦难 坦然接受要被交付在人手里杀死的现实 因为他了解 天主愿意救赎众人的爱 所以他信赖生命之主的安排 反观你我呢 我们此刻在生命中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困难又是什么呢 但愿天主能够帮助我们 喜乐地接受他的安排 更能期待生命的礼物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